男模本师 释迦莫尼佛 男模本师 释迦莫尼佛 男模本师 释迦莫尼佛 头上圣森为妙法 百千万节南朝一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据示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39页第1行 这里讲到佛 教大祖父 地藏菩萨 在释迦莫尼佛 灭度到弥勒佛 出世 就是弥勒佛来这个世间 成佛以前 那么这个世间的这些众生 这个应该要能够来调伏 这些众生 就是释迦莫尼佛 没有因释迦佛而得度的 那么这些众生 那么祖父 这个地藏菩萨 那么能够来给这些众生做 度化 那我们来看 看到第1行这里 他说 所以他说 这个 令娑婆世界 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 息时解脱 永离诸苦 欲佛受弃 这个时候 诸世界 分身地藏菩萨 共赴一血 那么其实 所谓的分身地藏 就是地藏菩萨的弟子 跟地藏菩萨一样 同行同愿 那么如果 我们修学 释迦佛的 这个法门 那跟释迦佛一样 那么其实就是 释迦佛的分身 那一样是这样 所以因为 有同行同愿 所以 也就叫做分身 那 他说 诸世界分身 地藏菩萨 共赴一行 共赴一行 就是他们同样的 那么 对释迦佛 那么 祖父地藏菩萨 这件事 那 替泪哀恋 那 这个 都是 替泪哀恋 主要是因为 释迦佛 基本上 那要 露面 然后就是 他在刀铃天受寄 但是他 未来 释迦佛会露面 然后还有 就是 也 感到 基本上 剃裂哀恋 有两种 一种是 感到 哀伤不舍 一种是 欢喜 欢喜自己的形容词 比如说金刚经讲 虚卜提 听到 释迦佛女佛 说的法 非常的欢喜 剃裂悲气 这是一种形容词 这个其实是 喜极而泣的意思 并不是 这个阿罗哈 哭泣悲伤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 非常的欢喜的意思 喜极而泣的意思 那么这里的 剃裂哀恋 那么 跟 虚卜提的 剃裂悲气不一样 他是 释迦佛 祖父 祖父 这个地上菩萨 那么 希望 你 震探他的发心 那么 能够 照顾 未来 我不在的时候 想想 如果我们的父母 招待我们 如果以后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好好照顾 什么什么 那种心情 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就有一点点 哀伤眷恋 那么 就跟佛说 我从 久远 截然 门佛 接引 就是这个地上菩萨 跟这个分身地上菩萨 其实就是共污一群 同行同愿 所以他们有同等的感受 使祸不可施以神力 巨大智慧 这个地上菩萨 也是 跟我们一样 都是一开始 亲近佛 那么在佛法中得到利益 那么不断的修学 才有 才有今天这样的慈悲智慧 功德殊胜 然后 我所分身 骗满 百千万亿 横河杀世界 就是他所利益的人 他所利益的这一些 因地上菩萨 而得到利益的这一些人 那也 充遍了各个地方 每一世界 画百千亿生 每一生 度百千亿人 令归进三宝 永离生死 自灭盼 自灭盼 他所利益的一个人 他所利益的人 就有点 比如说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度化了舍利佛 目见人 舍利佛 目见人 又度化了非常多 那这些人 又度化了很多 也就是像这样 像这个 佳流投影 就度了999家 非常多多的人 富罗纳 也度化了很多 所以 因为释迦摩尼佛的度化 然后他也 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那行菩萨道 度化了很多人 那么就这样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一直延续下来 度化非常多的人 这里的形容词是 百千万亿人 那百千万亿 是 是一种形容词 甚至述词 百 百的十倍是千 千的十倍是万 万的十倍是亿 基本上 之前 以前是这么算的 好 那么 另归进三宝 永离生死 自灭盘乐 首先归一三宝 然后 得解脱 然后出生死 所以 最主要的 像金刚经讲的 皆令入 无与灭盘 而灭肚子 其实就是这样 让一切众生 都能离苦 但于佛法中 所为善失 一毛一滴 就是一滴水 一毛 一毛中 就是一滴水 一杀一成 这个都是 最小的单位 非常小 非常小 或豪法水 我见度托 死 或大力 就是说 但凡这个人 有一点点善心 有一点点善失 即使是 一点点 他就依 依他这一点点的善根 善心 那么 就让他 不断不断的 那么 后来 那么 依这一点善心 一点点善根 而得利益 那渐渐渐渐 就变多 变大 那气是这样 所以 也是要有善根 也要有那个善缘 那才有办法 那所以 他就遇到 他的这样的善心 善悦 善缘 而让这一些 人 都能够 最终 得到利益 那 唯愿 世尊 不以后世 恶业众生 为律 那么 讲了三遍 希望 希望 佛陀 世尊 不要挂爱 那 不要 因为 这些 如来 灭后 佛灭后 这些众生 刚强 南条 南辅 要受很多苦 那么 而感到 心里面 有一点点 就是感到 对这些众生 那么 感到 挂爱 就是 就是 挂爱这些众生 一直受苦 不能得解脱 那么这个是用我们 用世间一般人的 这样的观念来说的 其实 佛陀 他当然想要度 一切的众生 如果我们从 佛法来看 那么 佛并不会因为众生 不得度 而挂爱 其实是不会的 那么 他会努力 尽他一切力量 去利益众生 那么 通常是 通常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 这个人 善根成熟 那么 他就 会让他得度 第二个 这个人 这个人 善根不成熟 他会让他成熟 未来得度 那么 第三个 没有善根的 他会让他 种善根 然后 这个也是 在更长远的未来 可以得度 其实这样 那如果没有 也有一部分的人 善根都没有的 就没办法 只是说 在尽可能的范围里面 那么尽量的 去利益众生 其实这样而已 那佛陀 基本上 也不会挂爱 这些事 但是这个是从 菩萨 菩萨 菩提心的立场上 来说的 那 所以 他说 希望你不要 希望世尊 因为 祖父 嘛 那 这个 第三菩萨 那 要 在 佛陀 灭后 到 弥勒 佛再来 这中间 这一些 比较刚强 南条南斧的众生 希望 地上菩萨 要多用一点心 其实这样子 那 如是 三百 佛言 为愿 世尊 不以后世 二业众生 为例 有善业的 当然 就 比较没问题 二业比较重 就 刚强 南条南斧 不容易 不容易信送 所以 可能会受 很重的苦 其实这样 这个时候 佛称赞 地上菩萨 说 非常好 非常好 无助 奴习 奴能 成就 久远 竭来 发 红世愿 广度 降病 急正菩萨 那 这个是 佛赞叹 这个地上菩萨 而且 跟他说 你 未来 跟他受计 未来 他可以成佛 一般来讲 地上菩萨 好像有不成佛 其实不会 地上菩萨 也会成佛 菩萨发愿 就算他发愿 有不成佛 他还是会成佛 其实他也不是发愿 有不成佛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误会 因为成佛 能够度更多的众生 因为这个就变成 好像说 我成佛不能度众生 我做菩萨 才能度众生 不对 成佛就是为了 要度众生 因为菩萨度众生 有限无量 佛度众生 无限无量 而且菩萨 等觉菩萨 也度不了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 度不了等觉菩萨 实地菩萨 也度不了实地 跟等觉菩萨 出地菩萨 度不了地上 等觉菩萨 所以必须要成佛 才能度 没有限量的众生 所以为了度众生 必须要成佛 并不是说 为了度众生 不成佛 不是的 这样的观念不合乎菩萨的观念 菩萨的观念就是 我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要 没有限量度众生 所以我必须要成佛 现在我们有点误会 就变成说 为了要度众生 所以我不成佛 不对 这样不对 是为了度众生 所以必须要成佛 其实是这样的 菩萨就是发成佛的心 成佛的心 就是有依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就是 没有限制的 度众生 若暖生 若胎生 若实生 若化生 若有舌 若无舌 皆定若无云内阀 没肚子 所以这是一个观念 因为我们 有时候会觉得 地上菩萨好像是不成佛的 是 我们说前面 地上菩萨有发愿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其实所有的诸佛都发这个愿 但是 其实释迦摩尼尔有发这个愿 像四红四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度 并不可能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得度 要有得度的因缘 才能得度 其实是这样子 还有一种就是 这个 成佛为了要度众生 必须倒架持好 变成菩萨来度众生 这个也不符合佛法 这样的说法好像 成了佛比较不符合 不能度众生 不是 不过佛 佛可以视线种种的血 可以视线凡夫 可以视线圣者 可以视线男 可以视线女 是可以的 但是 并不是说 为了要度众生 还要倒架持好 还要退回到菩萨 这样也不符合 成了佛 不可能再退回菩萨 不可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为了度众生 也不需要退 因为佛更有能力 所以这种观念是后来 那 从 赞叹菩萨的立场上来说 但是 佛不会倒架持好 我们说 文书菩萨 那本来是什么佛 后来 又变成什么菩萨 观音菩萨 本来是 这个 正法名如来 过去是已经成佛了 那现在又变成观音菩萨 又回到菩萨道 不合乎佛法 不是这样子的 成了佛更好 更好 更容易 更有力量度众生 也为了要 也为了要 没有局限的度众生 所以必须要成佛 这个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 要倒架持好 退回到菩萨 为来度众生 地藏菩萨为了要度众生 不成佛 不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里 这里释迦佛 就跟地藏菩萨 受基 那么 你应该度的众生 度尽了 应度的众生 有缘 而且可度的众生 度尽了 没有度尽的众生 也种下得度的因缘 这样就度尽众生 那 广度将必 急正 那个时候 你就会 成阿尼多纳 三道三菩萨 那么 这个时候 佛母 摩耶夫人 因为她是在 道立天 这个 摩耶夫人 说的 那就问 地藏菩萨 说 圣者 严福众生 造业差别 所受报应 其事云合 那么 从这里开始 就讲 就讲众生 造了什么业 然后就开始 所以后面有业感品 业缘品 业缘 业感 业缘就是 造业的因缘 业感 就是造业的果报 叫因缘果报 然后 后面会讲 后面会讲 讲这个 讲这个 地藏菩萨的 这样的因缘 然后 之后 果报里面 就讲 比较重的地域 开始讲 下一种 卷宗就开始讲 这个 地域的 种种的地域 好 那我们来看 那 摩耶夫人 就 恭敬合掌 问地藏菩萨说 那么 这个 严福体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叫做 严福体 南严福体 那么 他们到底都是造了什么业 然后 就是讲 业报的事 因缘 因缘 果报的这些事 到底都是 怎么一回事 其事 远了 地藏菩萨就说 就是 千万世界 乃及 国土 就是说 世界有很多 因为他是问这个世界的事 严福众生的造业差别 然后地藏菩萨就说 那么 十方 国土里面 有种种的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的 世界的这些果报 差别 不太一样 那他先讲 千万世界乃及国土 就是说 十方世界里面 有种种 非常多的世界 比如 当然 我们 世界是 一个太阳 一个太阳形成的 那么 是一个小世界 就是一个日月 一般来讲 一个日月 就是一个太阳形成的世界 那太阳形成的 这些就是太阳系 那像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 大概就地球有生命 那这个是一般说的 那其实也不一定 其他的地方 也可能有生命 但是这种生命 不是用我们这样的形式 形成 像鬼道众生 天道众生 也有生命 但是那个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这种 不是我们这种色身的 那他 他是化身的 所以我们不一定看得到 那所以 但是就我们 就我们现在的科学说 这是 这个行星里面 就是这个太阳系里面 大概就是 只有我们有生命 只有地球有生命 那他说 这个是一个小世界 那一个圆形成的 大概是一个大千世界 一个太阳系 大概是一个小世界 因为一个音乐系 有两千万到四千万颗的 这个太阳 所以他说 有的有地义 有的没地义 那很明显的 比如说极乐世界 不要说地义 三恶道都没有 没有三恶道 有的没有 有的没有 是因为他们的世界 没有造三恶道的业 没有这个业 那有的有女人 有的没有女人 那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来讲 我们这个世界 即使在 在南岩福体的话 有第一 北巨如桌 有的说也没有 那这个 我们有欲界天 色界天 色界天以上 就没有男女 色界天以上 就没有男女 那男女 基本上是欲界的事 才有男女 那像阿处佛国 他就有男女 阿处佛国的 净土世界里面 有男女 极乐世界 也没有男女 阿 所以各个世界 其实不太一样 阿 所以或有女人 或有女人 其实就是男女 那么或有佛法 或无佛法 阿 那这个就更明显 北巨如桌 就没有佛法 北巨如桌 没有佛法 阿 那其他的三个地方 阿 东盛神州 犀牛 赫泽 跟南岩福体 都有佛法 阿 像 社界天 有些地方 也没有佛法 那 那 这个 五不还天 有佛法 高立天 高立天 有佛法 那么有一些天 有一些天没有 即使是我们这个世界 那么乃至身吻 必知佛 亦父入世 所以也有没有二称 纯粹是大称 像极乐世界 都是大称 大称不共和净土 所以他都是大称的 没有二称 那么 那你说 极乐世界里面不是有很多阿罗汉吗 那些都是发菩提心去的 没有发菩提心去不了 那如果从大圣的角度来讲 就是 他是阿罗汉回小巷大 发菩提心去那里 那么因为他是正阿罗汉 所以说他是阿罗汉 但是他实习上已经是菩萨 因为他发菩提心才去了 因为无量受精讲 那极乐世界 第一个一定要发菩提心才能去 不管你是什么 发菩提心修出功德 一向专念回向花园 就这四个条件 没有发菩提心也去不了 所以 那但是有的世界 不一定要发菩提心 他也可以去 那阿罗汉 他讲的阿罗汉是说 他原来是阿罗汉 然后发菩提心去 但一旦发菩提心就叫菩萨 但是就他还没发菩提心之前 说他是阿罗汉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有很多 很多这个阿罗汉 但实际上在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都是菩萨 那所以有的有 有的有身吻必知佛 有的没有 就是凡圣同君 有凡夫有圣人 圣人里面 那有这个身吻 有菩萨 或是纯世菩萨 有这样的差别 非但地义罪报一等 那就是说 因为这个摩尤夫人 在问地藏菩萨 那么英国罪报的一些事 那么地藏菩萨 他在问这个事件 他说 他就是讲 讲得比较广 就从所有的世界来讲 有这一些差别 那不但是 不但是受罪报这一些 那么因为他没有讲 这个 这个摩尤夫人 那并没有说到地狱 这件事 他只是说众生 如果照经文来看 这个叫做众生业原品 就是众生造业的这些差别 果报是什么样 那地藏菩萨先讲 有地狱或没有地狱 所以后面就讲 非但地狱罪报 就是不但只是这样 有地狱没地狱 有女人没女人 有佛法没佛法 有小圣 有声文 必知我没有声文 必知我 讲这一些 那摩尤夫人 又跟地上菩萨说 且认文语 严辅罪报 首感恶趣 那么希望 我希望能够知道 那这个 我们这个世界 是讲这个世界 严辅 那么 大部分的众生 造了罪业 都到哪里去 都就讲这个 那主要是在讲地狱 因为这里后面 都是在讲地狱的死 那所以 他罪业有很多 那 其实六道都是罪业 六道都是罪业 可是这个罪 有轻有重 那么 也可以说 一般我们现在讲的罪业 因为生死 生死就是罪业 但是 现在的罪业 比较偏重战 一般讲罪业 比较偏重战 造恶业这一部分 那恶业就是三恶道 也可以说 阿修罗也有些恶业 其实人也有 人是善恶 善恶 杂兰的 所以人也不是没有恶业 就是人的善业 比重比较多 天也不是没有恶业 天也有恶业 但是他可能 恶业的分量比较少 或是他这一生 比较少做恶业 那 因为 因为你要知道 六道众生 为什么都有三恶业 因为 六道众生 的差别在 他做人的时候 因为你生上三道 跟 跟下三道 这已经 就是主要是 做人 在做差别 那么 第一 没有能力造恶业 鬼道跟畜生道 会造恶业 但造恶业的那个力量不大 有点像 比较自力不足的小孩子 虽然也会造恶业 但是罪不重 因为这个有些不是 不是他内心这样想 决定的 那么天人不太容易造恶业 但是也不是不会 因为 因为生口业都是业 他这一生就算都不造恶业 过去生也有 所以六道轮回 从某一个程度来讲 都有罪业 那只是善跟恶的比重 这样而已 那人 人是一半一半 那么可以说六四 那么人大概 六成的善业 那么四成的恶业 就是善恶杂染 人是杂染报 所以他是杂染业 三跟恶杂染 那三恶道 三恶道 恶业的比重比较重 就算他一生都做了善事 但是他有做一生 非常非常重的恶业 比如说杀富杀 那么他这个恶业的比重 就占非常重 就占非常重 所以从恶业的比重来讲 三恶道是比较重的 但是三恶道也不是都没善业 也不是都没善业 提伯达多多多地义 可是他十二年中 亲近修行 也不是没有善业 你要知道 所以他依然是有善恶业的 只是说他这一生的业 这一生的业 那么比较做决定性 那么这一生 如果的业没有决定性 那就要前一生 或前前一生的业 有会有决定性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 尽量把让这一生的业做主导 让这一生的善业做主导 而不要让下一生的恶业 不要让前一生的恶业做主导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他这里是在说 这里是在说 那么关于罪报 就是这里 我们这里的众生 严福亭 众生 造恶业 受罪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敢恶去 恶去主要有三恶道 我们说南传德 基本上是把阿修罗 也放在恶道里面 早期都讲五道 没有讲恶道 没有讲阿修罗 阿修罗基本上是从独子部 把它别律出来的 那就变成 南北传德基本上 可能就是比较 比较 就是阿修罗算在善去 就是三恶道三恶道 北传德就四恶道两恶道 只有仁天是三恶道 那么天人以上 也不太容易会造恶 那社界爹也不太容易造恶 他在定中 他也不会造什么善恶 也不会造什么恶恶 那么在天上 在天上也不会造什么善恶 也不会造什么恶 他就是享受福报而已 他就是享受福报 那也不造什么善恶 也不造什么恶恶 那三恶道 也不造什么善恶 也不造什么恶恶 基本上就是受福报 就是受恶报而已 大概这样 但是鬼跟畜生 多多少少还有 鬼还比较有造 但是力量也不强 那最主要的 上升下降的枢纽 都在做人 做人这件事 你做人的时候 你造了很重的恶业 那么你可能有很长时间 都不能再做人 就在三恶道里面 那这里后面会讲 无有出息 那从地域出来以后 那么夜报受监 然后再看 接下来怎么做 其实这样 就好像 你如果在医院里面 或在监狱里面 躺在病床上 或关在监狱里面 很少有造业 造众业的机会 跟能力 没有啦 你就躺在那里 受报 你要造什么业 你顶多就骂骂护士 骂骂照顾你的人而已 对不对 你也不能造什么业 造不了多众的业 但是也不是不会造业 但是造不了多众的业 监狱里面也是 但是也有 但是就造不了多众的业 那福报大的也是 福报大的 也不容易造什么 他不太会造业 但也不太会 没有什么机会造什么善业 也不太有机会造善业 所以造业的差别都在这 所以人是上升下降的疏力 所以为什么天人 如果要往生 都希望生到人间 因为人可以做决定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现在在讲 那么希望知道 那颜伏体众生到底都是怎么造 是怎么造业的 怎么受罪的 讲这个 因为他在天上 像我有时候去监狱弘法 我在监狱弘法30年 我会说会问 那你是犯什么罪禁 会这样问 那你如果出去观景 你出去有什么打算 人家会稍微问一下 你好奇 那么他说 那个地藏菩萨就说 好 那我跟你讲 但是我大略讲 因为夜报 因缘果报不可思议 就是很不容易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那个千差万别 千差万别 那么通常我们来讲 夜 从造作来讲 就是深夜口夜意愿 深口意 那么所造作的夜 基本上就是有善业恶业无忌业 那么这个都是有肉业 那无肉业是禁业清净业 有肉业无肉业 有肉业里面也有善业恶业无忌业 那无肉业通常就是清净业 就是善的清净业 那么这些 这些由深口意造作的善恶业 那么基本上 要看成熟跟不成熟 成熟的就会受报 不成熟就等待成熟 那怎么样会让夜成熟呢 相续造 没有倡悔的心 相续心相续作 他就会继续成熟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过去我们就算有造了恶业 因为我们很少不造恶业的 哪有可能都不造恶业 那起烦恼他就是一种业 但是起烦恼 动发生口那个业 有益的业最比较重 比如说你起称认心罢了 那一种就是业 你起称认心 打死一只蟑螂 那也是业 杀业 那你如果无意中 不小心踏死他的 那也是业 可是那个比较属于无弃业 但是他也是杀业 但是比较力量没那么强 所以他不断不断成熟 假设你杀一只蟑螂 杀一只蚊子 杀一只老鼠 杀一只蚂蚁 就这样一起杀一只 那个杀业就渐渐成熟 那如果你杀一个人 恶心杀一个人 可能一个人的业就让你成熟 杀业成熟 或者是杀业成熟 但是你后来做人的时候短命多病 或者是做三大道 但是如果没那么重的话 那如果杀父杀母 那就又不一样了 那又不一样的业了 那你是以什么心 那么杀什么众生 然后杀之后 杀之后 你有没有忏悔 杀的时候 杀的时候 你有没有决定心 还是有忧郁的心 还是有忧郁的心 杀之前有没有处心激励 然后你所杀的那个众生 有没有受极大的痛苦 那么你把这个众生杀了之后 有没有引起很多人的痛苦 那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你杀的刚好是那个皇后 引起两国战争 死了一万多个人 那你这个杀业 就不是杀一个人的业而已 就不是杀一个人的业而已 所以他其实业是 非常复杂的 非常复杂 不容易说清楚 但大概是 他这里说我初说之 我大概跟你说一说 那中阿韩经里面 很多都是在讲这个业的差别 业报分别间 大业分别间 就讲这些 好 那这个摩耶夫人就说 好 那么喜有恭天 你想这样 愿圣者说 希望 好 那希望圣者 尊者为我说 这个时候地藏菩萨 就跟摩耶夫人说 蓝颜浮体众生 蓝颜浮体 罪报名号如实 罪报名号 就是我受的罪 那他到底造了什么罪 然后会受什么报 所以他这里叫做 他这里叫做业缘品 业缘 造业的因缘 就是他受报 那为什么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业 他会受什么报 他第一个 其实这个前面讲的 都是比较严重的 那一般我们讲 那他这里都说 多无间地义 底下接着讲 都是多无间地义 那么我们知道 佛法里面 一般讲无间地义 是五无间 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破合而生 出佛生血 一般是讲这五个 后来有一个 长寿灭罪 那么童子这个 长寿童子灭罪 这个托罗尼金这种 他把那个堕胎 也放入无间罪 其实这个是 不合乎 那因为这件事 也有些人 专门在推广这件事 就造成了 现在很多 所谓 英灵 排位这种东西 其实 没有英灵 这件事 那因为 堕胎这件事 是有杀罪 是没有错 但并没有 不会形成 一个类似像 英灵这种 那么一直 那么缠着父母 让他受苦 那你还要超度 他还给他立排位 然后做 做这个 做法会的时候 还要给他玩具 还要给他奶瓶 还要给他奶粉 现在 现在就是 有一点点 已经违背 佛法的这种东西 现在法会 都这样 以前我刚学过的时候 很少 没有这种东西 我以前刚学过的时候 没有 也有 但非常少 没有特别超度 英灵这种事 现在就非常重视 那以前 我刚学过的时候 也没有盖 往生背这种事 很少 后来现在就很多 不只是人盖 动物也盖 那不只是英灵 也有动物灵 这太多了 那么这个其实 佛法里面讲 六道轮回的事 他死了 他就投胎 那投胎 如果他不甘愿的话 那么 他有可能做鬼 有可能做鬼 他就是鬼道众生 那鬼道众生 他就是另外一个受生 另外一个生 另外一个生 他有可能会现 他以前 前生那个血 有可能 鬼道众生有 但是还要看他的能力 并不是所有的鬼都可以 那鬼道众生 有他各自的业报 那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 特别很多人 都很迷这个英灵 这件事 那其实 运村老师也有说过 基本上 特别有这件事来说过 其实没有英灵 这件事 但是我们看 现在的法会 多数都在 很多特别英灵 有特别 特别的这种 特别的事 那 所以 其实 人死的就是六道而已 人死的就是六道 那么 你说小孩子 死掉了 逗胎是一种 也是不好的 就是杀罪 但是就是杀罪 那你说小孩子死掉了 他是英灵 那老人死了呢 那不是老灵 老人灵 对不对 那没有可能 他就投胎去了 他就投胎去 那如果生病的人死 那他不是病灵 那就是出现 都是哪一支拐杖 一直在那边吗 不是吧 对不对 不可能 所以 所以 因为六道轮回的事 其实很复杂 非常复杂 那 这个是 后来有所谓 这部经 把堕胎变成无间罪 那这个很明显的不符合 不合乎佛法 可是很多人信 很多人信 那么 我也说 觉得很奇怪 学佛的人 多多少少有 阅读经典 可是 越没道理 越没有逻辑的 他越相信 很奇怪 那 有时候就会觉得 怎么好像 所以 《阿安经》里面讲 鱼吃 鱼吃 跟邪见 鱼吃才讲邪见 鱼吃邪见 是一切痛苦的根本 没有证件 没有智慧 然后 就是追随那种 错误的说法 然后 又觉得 找一些大师 找很多人送去 就可以解决掉这个业 但是又不知道 有没有解决 所以每年都做 常常都做 然后心里面挂 一直去不了 但是又觉得 不做又不行 他做了又不知道 到底行还是不行 总的就是在这里 一生都在纠缠这个东西 那你就没完没了 你大部分的时间 都花在什么 都花在要灭罪 可是你灭罪的方法不对 所以 你就一直有罪 因为你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一直 心里面有那种 罪恶感非常重 那罪恶感非常重 真正可以灭罪的方法 你 你没有用不上 用不到 你就一直 相信那一些 就是给你超度 给你练什么做 给你做什么法会 那你就灭罪了 可是你又不觉得 真正 如果真的可以 那你做一次 你就觉得没有事了 可是没有人 我看所有做法会 在灭罪的 没有做一次的 做到死 他都觉得他还有罪 真的啊 所以他要一起做 那你要超度父母的 也是这样 那你如果觉得 有效超度一次就去了 超度到他死 被人家超度 他都还怎么 他都觉得还是要做 你想想 那这个有逻辑吗 这个没有逻辑 那这是灭罪也这样 所以因为我们不懂 不懂 所以一直在错误的地方上 用心用力 你把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 用在错误的方法上 那因为你不能确定 其实也没有 所以你就一直做 一直做 又看不到结果 又不晓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你一直做 都一直期待 反正有做多少有效 你只能期望这个 多少有效 多做一点 肯定没错 你一开始就错 越做越错 其实这种犯念 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一直迷失在这里面 你把这些时间 好好研究佛法 然后好好从 你把比如说 杀生罪 杀生罪有罪 是没有错 一定有 即使佛陀 佛陀 如果他造了杀生罪 一定也要受杀生的果报 如果成熟 如果没有 他还没有成熟以前 他就正胜果 不再让他继续做了 那么这些未成熟的月 永远不会成熟 不然 普贤普萨讲 月如果可以现行 气虚空不能容 你看我们造多少月 那个月那么多 你一个一个拿出来 放不下 放不下太多了 每一天都很多月 一年365天 你看看你今天 你就可以拿出多少月出来 三月也四月 三月也拿出来 二月也拿出来 你看这哪里装得下 装不下太多了 那这一生 你看一年365天 给你活100岁 36500天 你看有多少 那么那么多生 哪有可能 那有些月还没成熟 有些月还没成熟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之前 你努力修行 那么 行善去恶 那么过去的二月虽然 有过去的二月虽然 那么你不再什么 你不再让他成熟 他就不会受爆 那已经成熟了 已经成熟因为你懂道理 你受爆 你受爆的心 跟你造业 因为你明白 你很明白 就好像有人拿了一根刀 要画你 有人拿一只刀画你 你流血了 你会害怕会哭 可是那个人如果你知道他是医生 你不害怕 会痛是会痛 但你会忍耐 你不害怕 因为他要救你的 他一样拿刀画你 你一样感到痛 可是你会哭会害怕吗 不会 一样 那你在受月报的时候 如果你清楚 这个整个月报 其实 你不会慌 也不会再造额月 不会 其实是这种心 可是你的心会比较有力量 来承受这个月报 那么你也知道 你未来不会再受 要把这个病治好了 把这个东西弄掉了 我以后就不会再苦 所以这时候忍耐一下就好 因为我治好了就好了 我以后也不会再造了 因为我是过去错不造成的 那现在不会再有 以后不会再有 所以你那个心是可以 就是受苦还是会受 因为他成熟了 还是会受 但是你那个心力会比较强 而且比较没那么苦 比较没那么苦 不会那么苦 所以这个也是 像有时候我最近常常 被这个人家来 这个 这个 治疗我的身体 然后会拿那个拍打的拍 那拍也是很痛 很痛 但是你会忍耐 因为拍拍 他会把那个什么 雨血什么拍出来 那如果有一个人 忽然间拿棍子打我 那我那个心就不一样了 一样 那因为你明白 你明白 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 其实就没那么苦 没有那么苦 而且比较忍耐 因为这个苦过去 你会好很多 所以明白道理是最重要 你明白道理 第一个你不会 因为你知道你怎么造业 你怎么受苦 那么你要怎么样不造业 才怎么不受苦 所以明白道理之后 过去如果有业成熟 你受苦的时候 深苦心比较没那么苦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不会继续在造业 你不会继续在造业 没有成熟的业不会成熟 已经成熟的业 你看受 就这样 那么未来 未来你没有造的业 你二业你也不会再造 所以正见真上者 不剁三二道 就是这个原因 正见真上者不剁三二道 那所以我们应该把大部分的心力 大部分的心力 放在了解英国业报这件事 而不是因为大部分的人 都是从果上去 希望我这个罪能够消除 我这个苦能够没有 我如果我希望 能够福报财神 能够降财给我 文书菩萨是智慧给我 这个都是从果上去 不是从果上去 要从因上去 你要离苦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把苦的因缘 你要去掉 所以佛法不讲消业障 佛法讲除烦恼 因为烦恼才造业 造业才有罪障 其实这样子 你烦恼不除 你烦恼不除 你就会因烦恼造业 造业你会 如果以前没有这种业 这个业就会形成 以前有 那么就会把以前的业 变成熟 已经成熟 他就会受报 所以重点在这里 所以我们应该要 把心拉回来 不要一直 希望佛菩萨 跟我们消灾免难 征服征受 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 真的没有办法 如果佛菩萨 就可以帮我们消灾免难 他念个咒 他送个经 他发个心 我们就可以免难 第一个 阿难一定 阿难阿罗汉 他一定会想办法 救提伯达兜 他师兄弟都是阿罗汉 他自己就是阿罗汉 我们现在做法会的人 哪一个是阿罗汉 你跟我讲 没有啊 阿难 他是阿罗汉 他人眼太好 他随便叫都可以叫 一千个阿罗汉 他能不能救他提伯达兜 哥哥啊 他一定会救他 我告诉你 可以他一定会救他 他没办法救他 他没办法救他 品婆 苏罗网 品婆 苏罗网 每个月固定 供养竹林 金色的几千个阿罗汉 每个月 然后他供养过释迦佛 供养过舍利佛 穆建人这些大阿罗汉 最后 他被他儿子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佛陀派穆建人去跟他说 我没有办法灭你现在的苦 如果可以 他一定会灭他的苦 穆建人有神通 可以带东西进去给他吃 可以把他用神通 把他从监狱里面 他飞的进去 他就飞的出来 可以把他从监狱里面救出来 他有没有这么做 没有 他用神通飞进去 他至少可以带个面包 带个什么去给他吃 有没有 没有 释迦佛派斯木建年 是去安慰他的 跟他讲 因为他受很多苦 他最后被他的儿子 把那个绞筋砍断 爬不起来 但是他也没有怨恨心 因为他正出国 他知道他的业 他没有怨恨佛陀 我供养你这么久 这些阿罗汉都接受我的供养 难道我没有福报吗 那么至少你也帮帮我 是不是 如果是我们的凡夫来讲 比如说 这个忠道 是我大父子 那么我在受苦的时候 不然至少你也帮我减一些苦 可以吗 不行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品博梭罗网是他的大父皇 是他最初的竹林金色 是品博罗网也有盖 而且最早期都在竹林金色 后期才到齐远金色 波士尼往那边 你看他那么护子 不是一年两年 不是一年两年 他的僧团 品博所长是大护子 但是他最后那么苦的时候 他们有跟他办超度吗 有办他 办那个消灾面具 品博所长往生的时候 有帮他办超度吗 没有啊 那他可以让他少受一些苦吗 不行 释迦摩尼佛怎么跟品博所长往说 他说 我没有办法 减免你现在的苦 因为这个都是夜报所成 制作自受的东西 但是 我已经让你未来的苦 因为他自从学果之后 他不再照应 这个是他过去生造的 又成熟 他要受报 但是我已经让你 未来不再受苦 而且 你这一生过后 不会再剁三二道 他正出国 他正出国 后来就人天人天 他死得很凄惨 我们叫做不得善终 但是他有没有剁三二道 没有 他死后生世王天 然后人天人天 之后正阿罗汉解脱 他说我没有办法 让免除你现在的苦 但是 我已经 我已经让你未来 都不再继续受苦 重点是在这里 那我们学佛 也没有办法免除 我们过去的夜 学佛不是为了 要免除你过去所造的夜 或是减免你现在所受的苦 不是啊 因为苦是从夜来 越成熟 越抱成熟来 那你 你不能不受啊 那 所以 学佛 是为了要免除未来 未来的罪业不再造 未来的苦就不再有 是这样 所以 他让你 他让佛陀跟 平伯所长说 那 那么 这个 你 我没有办法免除 你现在的苦 但是 那么 你已经因为学佛 这件 有他正出国 那么 你可以免除未来的苦 然后 就是在 在安慰他 因为人在受苦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这样 他也 他关那么久 他也没有愿佛陀 我关在这里 以前我那么扶持你 我这里受苦 你也不来看看我 不会这样 你看人家有证件人 就这样 因为他知道有英勇 他知道佛陀 也不会舍弃他 但是 他也帮不了他 释迦摩尼佛的 释迦摩尼佛的亲人 加皮罗的国 被琉璃王屠杀 他帮得上吗 他也帮不上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 劝劝琉璃王 看能不能不要 那不行啊 不行啊 托斯逆王 托斯逆王是护持释迦佛 舍弃国 乔萨罗国的这个 就是舍弃成乔萨罗国的这个国王 托斯逆王最后的下场也不好 被琉璃王窃聚 然后他就逃难了 那托斯逆王有一次 他的老母亲 那个时候他还在的时候 他的老母亲 听说90岁了 也有说100多岁 亡生了 托斯逆王非常孝顺 这个人非常孝顺 那么把他的把他的母亲后事都办好了之后 那么一生疲惫 尘土满身的到释迦摩尼佛这边 释迦摩尼佛问他你从哪里 那时候我的老母亲 那个往生 我很不舍 那么 我想问佛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母亲更好 我说没有 佛陀只告诉他术行无常 那么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 如果有是那个 平伯搜罗王说 如果有办法让我母亲更好的 那么我愿意把佛土换 没有 你看看 波斯逆王 修那么大的福报 那么护持佛陀 他也证过 平伯搜罗王 一样 佛陀能够让他消灾民呢 不能 然后甚至 这些国王 这些国王 像平伯 波斯逆王 三个月结下 不持 三个月结下 不持舍未成的这些几千个阿罗汉 他们都大多数阿罗汉 我们这一生只要能供养一个阿罗汉 我告诉你了不起 他不是一个 而且他不是供养一次 他是无数次 至少都有100多次 你看他几年 佛陀45年 如果在舍未成 据说有25年 一年一次就好了 你就供养25次了 他还不止一年一次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们供养福报多大 但是释迦佛跟他讲 如果照这样来讲 释迦佛应该可以 加持他让他得智慧 对不对 没有 释迦佛跟他说 国王单单靠福报 不行 你要用功 释迦佛那么厉害 难道不能放光 我们常常看见那个 放光给他 他就新开 然后就怎么样 就正果了 没有 没有这件事 如果可以 他应该放光 照这个什么 照这个波斯尼网 他供给他几千个阿罗汉 就是不用 不用释迦佛出手 把那个 把那个 把那个里面没有 我们看不到名号 那个阿罗汉 请出来 他放光就好了 对不对 都不用请到舍利佛 穆建林这种 刚刚请那个最小的 那一些刚正阿罗汉的出来 就了不起了 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你还好想这些事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佛教徒 都迷失在这种地方 迷失在这种地方 你就把大部分的时间 精力都浪费在这个地方 忘记了 其实真正 就是你一直相信这种 用意 你就找不到 真正的神医 真的就是这样 你一直吃这种 错误人的给的药 你就吃不到正确 可以治病的药 这种东西是这样 所以借进取要先处 对佛法的怀疑要先处 你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那我们大部分都浪费在这里 你看他也没办法 这个波斯尼王的老母亲 波斯尼王的老母亲往生 佛陀也没办法帮助到他 这个波斯尼王自己本身 觉得三个月 三个月 因为节下都是国网送东西去的 派很多人 他把当地所有的那个木牛奶的那个牛奶都包起来 每天上去乳酪啊什么 每天送去那个 那个所谓 节下三个月没有出去 节下三个月没有出去托波 他们全部都是要有很多人送进去给他 给这些用功的阿罗汉 阿罗汉也要用功 你说他无血了他也有功啊 你看斯加坡成果了 他平常的时间就是什么 早上打坐 打坐完了去托波 为比丘说法 说法完了又打坐 那么做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又为众生说法 然后又打坐 人家已经无血了这么有功 真的 那因为他 他就是无功用 他就是习惯这样 他那个享受宪法乐助 他不是说我已经毕业了 我就不看书了 不是 毕业了 因为他习惯 他看更多书 他就在沉浸在里面 其实这样 他平常就这样做 那你看这些阿罗汉都这样 所以你供了他一次就了不起了 可是他供了那么多次 那么这个波瑟利王就说 世尊因为节下三个月晚了 而且三个月大家都很用功 有正阿罗汉没正阿罗汉都很用功 那么也很多人因为用功正阿罗汉 所以波瑟利王就说 好那我功德圆满 佛陀跟他讲 国王你不要说你功德圆满 六祖说福报在怎么大 罪业来的时候救不了 所以佛陀跟他讲 国王我告诉你 你的福报不算什么 我以前做过转人圣王 做过四大天王 做过刀利天王 做过犯天王 做过塔瓦自在天王 我做刀利天王的时候 那个水宠有多少 七宝 转人圣王的时候 那个水宠 我拥有多少的天下 这个只是一小块而已 我拥有多少 那个脸有多少 那个福报有多大 几千年几万年 我这样做 现在呢 现在也没有啦 现在也没有啦 他跟什么 他跟波士尼王这样讲 不要只是修福报 以为就满足 因为福报会用完 无常嘛 但是智慧呢 没有 所以你应该要修智慧 不要只修福报 跟他这样讲 你看哦 所以即使是佛陀 护持他的这些大骨王 佛陀也不能加持他 佛法真正的加持 以佛为得力加持 就是跟你说法 那么你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这个就叫做佛力加持 这个叫做佛力 我们常常写 导文就写佛力超贱 有没有 佛力就是佛为众生说法 那么众生领略了这个法 依法修行 就得到佛法的真实力 佛告诉你 你口渴喝这一杯水 就可以解渴 那么你就去把那一杯水拿来喝 真的就解渴 告诉你吃这个药 可以治这个病 告诉你吃这个东西 有这个营养 你真的去拿来吃了 你就有这个营养 那你没有 你也不去拿来吃 也不去拿来喝 你就等在那边 等佛跟你加持就解渴 那念水 就解渴 不可能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 迷失在这里 那你把很多的心力 用在错误的地方 所以你得不到什么佛法 真实力 那你用功 即使你用了十年 二十年 你也不知道 你用的功到底有没有效 真的都不知道 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可惜的 好我们来看 现在来讲这里 因为讲到鼓逆 就讲到所谓的英灵 就讲到夜暴这些事 好我们来看 他这里就讲到 第一个 他虽然说 言福提罪报名号如是 但是这个多数在讲 多数在讲地域 这个死 就是比较重 比较重的罪 第一个 若有众生不孝顾母 获至杀害 这个就是杀父杀母 杀父杀母 当舵无间地利 千万一劫 求出无期 就是他受的罪很长 求出无期就是 你必须要罪业受尽 你才能够出来 罪业没有受尽出来 你想尽办法都出不来 一样 若有众生出佛生学 毁谤三宝 不尽尊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 叫出佛生学 不过佛在的时候 有出佛生学 佛灭后 哪里有出佛生学 这件事 那么就变成 佛的法身经 所以像菩萨界祸里面 都比较重在毁谤 毁谤大乘 或毁谤清典 谤佛 谤法 谤生 所以 所以 佛灭后 基本上就重在 毁谤三宝这件事 佛在的时候 忤逆罪 忤逆罪是出佛生学 佛灭后 没有佛 你要出佛生学 都没办法 不过 出佛生学 还要看是什么 恶心出佛生学才有 历史上有两个人 出佛生学 一个是提佛达多 一个是祈佛 祈佛是专门在 替比丘医病的 他时候也升天 升到到一天 那 其佛出佛生学是佛有一天被那个木刺刺到 他必须用刀子把那个皮肤割开 把那个木头拉出来 因为割开的时候就怎么样 流血 出佛生学 那是善心出佛生学 有功德 恶心出佛生学 所以就有罪业 其实这样 那因为恶心毁谤三法 所以他也会怎么样 那么不尽尊金 亦当堕于 无间地利 所以因为 毁谤这个法 法生 这个佛说的法 就是佛的法生 所以就变成 出佛生学 是毁谤三法 其实这样 好 那也一样 那么千万一节 求出佛起 就是在无间地利的刑期非常长 受那个苦非常长 第三个 若有众生 清损常住 玷污生理 或写染灭自行淫欲 或杀或害 如是等被当堕无间地利 那这个就是生 这前面三个 那一个是父母 一个是佛 那这个是生 生理 就是在 寺院里面 杀到淫忘 基本上是这样 清损常住 就是比如说 你 你窃占寺院的财产 或是 你 你脱窃寺院的东西 那这种 因为罪 定在这个三法上 那所以十方常住上 所以罪就比较重 那这个就是有些人 就是有些人舍宅为室 把他的家舍出来做事宴 也有些人窃室做宅 欠夺这个室院的财产 那么作为他的家庭 你看这四千人就很难说 有些人 所以你看 有些人未来就受苦 有些人未来就受了 那这个都是在 在室院里面 那么做一些比较不好的事 那所以 这个杀到一万个事 所以就容易剁 因为罪结在十方 因为这十方的 十方的财 就是大家 这个室院是来利益众生 但是你却破坏这个室院 或是破坏这个室院的人 那么在利益众生的 在弘养正法的这些人 那么主要就是 比丘比丘女 这是出家的 出家的叫做生女 前然就是寺院的意思 那么做杀到一万个事 那么这种也会剁无间定义 后来都会比较重在 所谓的清损常住这一件事 偷到里面清损常住 说所有的罪都能救 但是 清损常住是一件罪 那罪结在十方 所有不能救 但其实所有的罪 所有的罪都是新造作出来 那不管你曾经造过什么罪 它当然有欺有重 但是只要你忏悔就好 忏悔 那么这个罪就比较 没有那么重 好 我们先下课 残林第三期工程圣义楼 包含讲行 大辽 摘堂 居士辽 即将动物 它将会成为法师 在家居士 及善心人士 清静的修行之地 残林建设经费 仍需大众 康怀解脑 随喜功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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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